明显的我们来关心气象局的最新预报 鹅兰比的南南东方大约630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它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53公尺 所以提醒大家它是一个强烈台风 那暴风半径的部分是180公里 未来它将朝向巴士海峡的方向上来移动 那对我们的巴士海峡已经构成威胁了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5点30分 就针对第14号掺出台风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那提醒在巴士海峡的航行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的戒备 那海面上的提醒除了船只之外呢 我们在今天开始要特别留意长浪的部分 目前在台东的沿海已经观测到长浪的现象 预计未来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 以及外岛的澎湖金门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那明天台风渐渐的靠近 各地的风跟浪也会逐渐的增强 那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 各地的风势跟风浪都是比较偏大的 那提醒大家除非必要 那尽量避免潮往在海边的活动 那至于整个台风的动态呢 我们什么时候最接近 那什么时候开始远离 我们由前世路径预报图来为大家做个说明 那从前世路径预报图来看 明天台风是比较接近的 那到12号的时候呢 是最靠近我们的时候 所以呢各地的风雨呢 从明天会开始增加 那12号的时候是相对是比较明显的时候 明天在台风接近的时候呢 主要的下雨的区域呢 会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 以及部分的南部地区 那其他的地方呢 在则是在午后之后的下雨会比较明显 那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 明天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 礼拜天的时候呢 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那在中部以北 那东北部跟东部呢 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还有我们南部山区也有可能出现 南部跟东南部的山区 也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或者是豪雨 那其他地区的也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那特别提醒礼拜天的时候呢 在北部 东北部地区呢 还有可能出现局部豪雨上的雨势 所以周末这两天 风雨的影响最明显 那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那至于天气的提醒 今天天气的提醒部分呢 我们首先由云图来为大家做个说明 那今天可以看到 今天在台湾地区呢 主要呢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所以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 今天要特别注意法是高温的部分 那各地的高温呢 我们可以看到高温资讯的部分 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 那其中呢 在我们的双北 桃园 那东半部跟南头以及外岛的基门呢 还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那特别提醒 今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跟背风沉降的影响 温度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有温度上比较高的 在这些区域以外的区域发生的话 我们气象局呢 也会立即的以高温资讯来提醒大家 请大家今天还是要注意 不注意防晒 都补充水分 以防重速 那至于今天下雨的部分呢 从定量降水预报图来看 今天的雨是其实主要还是 午后雷震雨的情况上为主 那午后雷震雨区呢 比较容易发生在山区 以及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平地 那稍晚之后 入夜之后呢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东半部地区 特别是花冬呢 才会开始出现明显的降雨 那最后提醒大家 在整个台风的动态来看 11日跟12日 其实是最接近台湾地区的 所以在这两天的时候呢 各地一定要沿防抢风豪雨 另外提醒大家 这个台风呢 其实是一个强烈台风 那它在靠近 在接近中心的地方呢 有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震风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风速接近台风中心的地方呢 风速比较大的情况 另外长浪的部分呢 就是在北海岸 东半部 中南部沿海 跟澎湖金门 一定要特别留意长浪的现象 那另外呢 这一次的台风期间呢 就是在影响比较明显的时候 适逢中道大潮 那涨潮的时候呢 可能比较不利于雨水排放 所以大家在低洼地区呢 还是要特别注意积淹水的状况 那另外没有下雨的时候 因为受到台风外游沉降的影响 还是比较高温炎热的 像今天的白天 跟明天的上半天呢 西半部地区 在没有下雨的地方 还是要特别留意 比较温度高的现象 那另外路径 强度跟降雨形态 还有变数 目前呢 在我们如果回到 如果目前来看 在台风偏西 偏东跟偏西一点的状况 都还是有可能 如果比我们目前的预报路径 要来的偏西一些的话 那除了影响比较大的 东半部跟北部地区之外呢 另外在中南部的影响呢 也可能会增大 那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以上是这节记者会 天气预报的内容 好的 接下来进行媒体提问的回复